众人闻言,皆怀揣着感恩的心纷纷点头。 好了,既然兵谷之战中,徐思思拥有玄雷血珠,那么很有可能,镇魔神塔那儿,汝燕无极也给汝燕城安排了灵兽对付我们。 待到了镇魔神塔,诸位定要多加小心。 十六日后,陨神森林深处,一座高达百万丈的高塔威鹅一里,那正是镇魔神塔。 镇魔神塔通体经营,充斥着古老蛮横力量的威能从神塔内澎湃而出,紧接着变化作密密麻麻的璀璨光点。 这些璀璨的光点仿佛蕴含着恐怖的力量,凌乱而密集地围绕塔身急速旋转。 使得方圆万丈虚空支离破碎,几近真空,四周地面更是寸草不生。 试炼弟子若要进入镇魔神塔,就必须先穿过距离宝塔万丈的璀璨光点方能够进入其中。 然而,自诸神战场试炼开启数万年以来,能安然无恙进入宝塔者是少之又少。 因为这些充斥古老蛮横威能的光点可以无视盔甲等护身法宝的防御。 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血与泪的教训,神魂仙宫得知,宝塔只限于炼魂镜或炼魂镜以下的修饰进入。 一旦炼魂镜以上者强撞,即便穿过璀璨光点的阻挠,在迈入宝塔的一瞬,它也会活活被镇压而死。 此刻,镇魔神塔正前方,万丈之外茂密草丛之中,鲁烟臣带领一千九百多名永恒仙宗弟子正潜伏期间。 在众人四周,正摆着三十六根镇机,却是鲁烟臣等人布下了幻镇,若从高空俯瞰将无法发现他们的身影。 在众人不远处的草丛里,数百具皇甫圣宗武魂圣魂镇脉气脉丹脉弟子的尸体正血淋淋淋淌了一地。 显然这些皇甫圣宗弟子刚到镇魔神塔,便被如烟臣等人灭伤。 此刻,如烟臣目光不甘,抵胜咒骂。 靠,这么长时间了,谭云他们怎么还没来? 不会他们先前往了古老兵川,被神魂仙宫的徐思思杀死了吧? 对,一定是,真该死,被他娘的神魂仙宫杰足先登了。 汝烟少主,你这是对我神魂仙宫有意见吗? 汝烟臣说吧,左侧十丈外,一名金发少年,一双金铜正死死盯着他。 汝烟臣被少年盯着脊背发寒,双腿一斗险些跪下。 前,前辈息怒,晚辈无意冒犯贵宫,方才是口误,口误。 哼,那金发少年冷哼一声,便再次合上双眼。 此刻,永恒仙宗众弟子望着席地而坐的金发少年,目光中流露出难以遏制的巨色。 从永恒仙宗众人神色便不难看出来,金发少年非比寻常。 一刻后,金发少年树然睁开金铜。 他们来了,距离此地还有三万一千里。 汝烟臣神色兴奋地起身,又闭一挥,一碰灵力幻化出了谭云,木木义,薛紫烟,钟吴诗瑶和黄浮玉的模样。 前辈,还请能待会儿帮晚辈控制住这几人,晚辈要亲手杀了他们。 可以。 云神森林上空,谭云驾驭灵舟载着众人朝镇摩神塔缓缓逝去。 谭云并未放出试天魔源,他担心敌人的灵兽在发现试天魔源之后会被打草惊蛇。 谭云只有一个目的,不放过任何一个敌人。 一个时辰后,当他们距离镇摩神塔还于百里之时,谭云身去一颤。 他死死眺望镇摩神塔,一股浓烈的悲伤忽然肆虐心田。 语书…… 他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 神界之巅,巍峨屹立着一座神殿,鸿蒙神殿。 鸿蒙神殿内,鸿蒙至尊正端坐其中。 大殿里,一名高达百丈,拥有一样风情魅力的女子有权紧握, 右臂弯曲抵住左胸膛,单膝朝自己跪下。 属下东方玉树见过我主,愿我主修为增进,一统神剑。 起来吧,玉树。 谭云说着右手一挥,一座金银宝塔便飞落于东方玉树之手。 主人,好美的玄塔,这是您赐给属下的吗? 东方玉树心息不已。 啊,玉树,你乃堂堂蛮荒神主,没有一件像样的神器怎么能行? 我之前就听说你喜欢塔,所以我便闭关炼制了此塔。 这不,终于把它炼好了,现在送给你。 东方玉树感动不已,再次单膝跪下。 主人,原来你闭关八万年,受了给玉树炼制神塔呀。 玉树,谢谢主人。 不必多礼,起来吧。 嗯。 主人,洪荒神主经常在属下面前,拿着洪荒神剑炫耀,说属下的法宝不如他。 从今以后,属下就不信,洪荒神主还敢在属下面前炫耀。 若洪荒神主得知,主人给属下炼制了神塔,他一定会羡慕极度恨的吧。 主人,这神塔,叫什么名字? 尚未辞名,还是由你起名吧。 好的,主人。 主人,既然属下奉您之命,抵御群魔,那他,就叫玉树镇魔塔吧。 好。 这时,谭云脑海中画面消散,接着,又回荡着葬神深渊内,洪荒神主那口闻悲切的声音。 主人,随着属下和蛮荒神主带领两族巨兽下剑,于是天罚大陆上,有了亘古时代的第一场诸神大战。 在那场大战中,我洪荒巨神,蛮荒巨神,死伤无数,而您最忠诚的蛮荒神主,也死了。 主人,满荒神主是神魂巨灭而死,他临死前告诉属下,若属下能有一日见到您,就替他告诉您。 说他对不起您,他没有办法再陪您征战诸天了。 他想请您原谅他,他直到咽下最后的一口气,还一直念头着您的名字。 此刻,脑海中的声音消失了,而灵州上的谭云浑身发抖,悲伤肆虐他的心田,一滴泪水滑落自他英俊的面旁。 玉树,东方玉树,主人来看你了,主人来看你了!